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玄机妙算 我是九九老师刘子玄 今天2017年第一个交易日 盘好像没什么波动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波动有没有波动的做法 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你有办法跟我一样 把每天的支撑压力找出来 基本上每天的盘式都可以规划该怎么做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从8点45到11点 这段时间没有波动 你该如何掌握可以掌握的机会 今天最高在开盘的时候 来到9280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最低9点36分 9231高低差49点 像这种盘 最好的一段 要么这边下来 要么这边上去 但是你不要想说 你会空在最高点 补在最低点 我们操作不要这样子乱想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到底有代表性的支撑点 压力点在哪里 每天开盘一分钟 我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每天的盘式 压力支撑先找出来 开盘一分钟 你开盘一分钟 一定要先把这个点位找好 因为这样你才知道 来到压力你要做空啊 来到支撑你要做多啊 我靠的是我的玄机指标 玄机指标它可以帮我掌握到 这些有成本优势的压力点跟支撑点 那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先把压力支撑找出来 如果有的话 今天的盘对你来讲不难操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一定觉得每天的盘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追多追空都是错 那如果你有这种毛病的 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开盘一分钟 先把点位规划好 轻轻松松的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如果你会紧张容易紧张的人 你更要跟我一样 有办法再开盘一分钟 就先把点位规划好啊 来8点46分 我们今天的压力在9296这里 来今天压力最高 只有到9280 没有来到9296 没有关系支撑来了 哪边先来 就先坐哪边 支撑先来 你就先坐多 8点46分 我们的支撑在9248 9248啊 今天这笔单你一定成交啊 为什么 因为他穿价啊 来 9248在这边 找盘下来震荡震荡震荡了好几次 下去 穿价成交啊 点位找得好就是这样啊 下不去啊 后面震荡 到后面这里 9248冲上去 老师怎么出场 来 看一下我这封简讯 8点46分的时候 我提醒我们会员朋友 积极型的操作者 参考我们的小政府支撑满足点9248这里 预挂做多 获利20点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 解码或出清啊 你看游戏规则一开始就跟你讲好了 你只要注意盘中的点位9248有没有来 有来就做 甚至我们 投资朋友是直接用预挂的啊 一早开盘一分钟知道点位就先预挂 预挂做多 来了就做 那如果你盘中有时间看盘的 很好 来了 一样 看到就做啊 9248 20点 9268 掌握起来 到刚刚12点的时候 盘都还在9260附近上下震荡 我们已经先掌握20点了 虽然是一个霞幅盘整 不到50点的空间 你也不要想说你会空在最高点补在最低点 你也不用想说你会多在最低点补在最高点 不用去想这些事情 你只要想说 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支撑点位在哪里 这就是操作 这就是操作 开盘一分钟已经先规划好 你该怎么做 那这个点位怎么来 靠的就是我的玄机指标 开盘一分钟帮我们把点位规划好 点位规划好 你就不会慌张 你就不会乱做 选择一道压力支撑 来了就做 每天顶多就错这么一次 比你自己在那边 来来回回操作好几十次 还要好 简单明了 你不要忘记哦 台股其实有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盘整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运用支撑压力的做法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大盘的习性啊 再跟你们讲一个事情 操作起始 要掌握从8点45到11点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的动作基本上都在11点之前结束 因为最大的政府大多数的时间都发生在8点45到11点这一段时间 那你就要好好的掌握住 11点过后最多到12点 后面的盘是随它去了 后面很多时候都是在盘整而已 中午12点了 吃吃饭 看看电视 轻松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把能够掌握的都先掌握下来了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干嘛每天一定要看看盘 从开盘看到收盘 太累了啦 不需要 你只要知道压力支撑在哪里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来 这一次大盘 来到上礼拜 2016年的尾声 我只提醒我们会员朋友一件事情 我在电视上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每一次跌声之后 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止跌讯号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出来 但是我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这个重点 跌声之后的止跌讯号 怎么观察我技术班会教 但是我在节目上一定会提醒你们 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 先前美国总统大选不如市场预期 大跌之后来到这边有一个止跌讯号 马上就拉上来 这一次到2016年年底最后一个礼拜 我一样提醒我们会员朋友观众朋友 一样的讯号出现了 然后后面拉上去 既然我们知道讯号出现了 你觉得我会做什么事情 来看一下你觉得我会做什么事情 既然止跌了当然是做多啊 12月26号9110我们的波段多单进场 12点17分9110这里波段多单进场 你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了吗 来看一下这明明是送分题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子看 那你错失了这一次机会可惜 来看一下这里910这里 我们波段的多单进场 后面经过一天半的盘整拉上来 到上礼拜五收在9262 到刚刚盘市还在9260附近 没关系这笔单我们还是一样报警 市场上还没有太大的空方疑虑 技术上也还可以 那我们有成本优势 我们在9110这里进场布局的 来到这边已经先解码过一次了 剩下的部位跟他续报嘛 这就是波段单的做法嘛 我们从短线里面去找到攻击的机会 来把这笔单抱住 报警 波段单最怕的就是你报不警 那为什么你报不警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盘市在变化 这笔单9110上来到这边 到今天我还是一样报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成本优势啊 我们有成本优势所以不怕 盘整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不要觉得盘整好像很不好 告诉你一个观念来 盘整 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 这个观念你一定要记得 盘整是好事情 2016年盘了整年 你觉得2016年特别难做 觉得每天的涨跌空间都不大 你不知道怎么做 尤其是后半年 从9月到12月更是明显 你几乎做不到什么 比较好的波段机会 那2017年你就要小心哦 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更大的趋势做准备 那2016年 它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在做盘整 代表2017年 你是不是要特别小心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粉丝团 做了一件事情 提醒大家 2017年要注意一件事情 来 我们 我们操作 是想办法化分析为实战 我运用我的玄机指标 跟漩涡操盘数 把每天的分析化作实战的机会 我今天在我的粉丝团里面 一早提醒 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 注意一件事情 现阶段的国际情势 是什么状况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017年才刚开始而已 现阶段你会看到所有的国际指数 几乎都是在相对的高点哦 道琼指数接近2万点 欧洲这里 英国法国德国 指数也都不低 亚洲这里 日本 韩国 台湾 相对都在高点位置 台湾在9300这附近 你觉得上去的空间有多少 那下来的空间会有多少 在整个国际情势不稳定的时候 你更要小心 这种在相对高档位置的时候 特别要留意 会有什么状况会发生 我待会广告会回来 我来告诉你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先进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玄机指标 怕吞溪为实战 漩涡操盘 掌握成本 战胜都空 操作是门艺术 我们真实公开 获利才是王道 我们奉为真理 真心不怕火炼 市场上最经得起考验的选择 顾得投顾 您最专业的投资伙伴 顾得投顾 赢了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顾得投顾 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成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 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 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 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到底2017年 要注意什么事情 2017年 你要注意的事情 是所谓的政治 还有国际经济面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川普大选 川普当选 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 说他是黑天鹅 2016年出现了很多黑天鹅 英国脱欧也是 都是出乎市场预料的 好 那这些事情解决了没有 还没 川普当选之后 后面会有什么 新的计划 不知道 没人敢说 跟中国大陆之边的竞争 会不会越来越激烈 会 这就是政治 经济的问题 欧元区这里 2017年 他们很多 比较重要的大选 都要重新来过 这边你也要注意 欧元区到底能不能持续 也是一个观察重点 中国大陆就在我们隔壁 最近 汇率一直在贬值 这个你也要注意 因为也会影响到我们台股 的状况 尤其台股 现在几乎是外资主导 几乎是外资为主要的买盘力道 那万一哪一天出现这种 国际性的利空的时候你说外资的资金 要不要先出去 要 那到时候 无量的情况之下 外资又一直外逃 来你说 2017年 是不是波动会变大 会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我一早在我的粉丝团里面 我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 我的粉丝团 你有兴趣 你自己家境来看 我在里面说了什么事情 你们要自己特别小心 我只在节目上提醒你 如果你过去操作是不停损的 不管是期货还是股票 你只要不停损的 今年2017年 你还在做这种错误事的话 我告诉你 你很容易受重伤 你没有一个专业老师带着你做 你2017年 很可能就会跟2008年一样 什么都没有了 小心啊 2017年波动真的会变大 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盘整是为了后面更大的趋势做准备 2016年既然整年 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8800 9400 一个大区间的盘整 一盘就是快半年 那这个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不管上往上还是往下 波动都会变大 个股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逻辑 你说我操作旗子 我把我操作旗子的概念 一样运用到个股操作 来 你不用管这是哪一档标的 这是我们货源朋友在锁定的标的 来盘整 盘整 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后面更大的趋势做准备 你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一个案例 不只这样 来 你看 每一次只要有一个趋势出现 原则上前面都会出现一个盘整的格局 盘整 是为了后面更大的趋势做准备 我们在旗子的操作的理念 跟个股的理念都一样 运用这样子的逻辑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机会了 你不要觉得今天的盘好像无聊 我说过 你当你觉得盘无聊的时候 你更要小心 因为代表 趋势要出现了 上礼拜没有量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都说不看了不看了 结果连拉两根 长红出来 大涨白点 你错过了 你没有跟我们一样 在9110这里 大胆布局多单 你错过了 那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教训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重点 盘整 盘整 它一定有它的目的在 往上一个波段 不管什么标的都一样 看一下这档 这档是我们 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布局的 什么股 我不讲 你想知道的 你自己来问 我一定会交代我们助理 来告诉你 我要你在我的节目上 认知一个事实 就是盘整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创造 后面的趋势 做准备 我们的标的选择 也是运用一样的逻辑 那你自己操作呢 你自己在找股票的话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找到这样子的技术形态 再结合它的基本面 筹码面 结合市场的消息面 上去 上去 12月底的时候 就算大盘再差 这档个股 一样 往上 盘整啊 为了什么事啊 为了创造后面 更大的趋势 做准备啊 不只这样啊 不是只有这档来看一下 一样 是我们 会员朋友布局的 在这里买进 盘整 是为了后面 做准备啊 这边一个大盘整 后面这边又来一个小盘整 不管它怎么盘整 它只要一突破 就是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 你现在手上的持股 有没有这么强 你说你棋子 不会做 不会看 好 那你有在看个股 你有在操作个股的 来 你手上的持股 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这么强 什么时候买进 来 你自己想知道的 自己来问 因为我们盘中节目 我不想要影响到任何的标的 我只想要告诉你 什么逻辑是对的 很多老师都只告诉你 结果 哦你看我们这档 这边买进到这边 哇你看涨好多哦 他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他会涨啊 我来告诉你 涨上去的原因是什么 盘整 盘整是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 把这个概念记起来 操作一点都不难 棋子个股都一样 我教授老师刘子玄 在棋子的操作 手中一个重点 每天规划好支撑压力点 然后观察盘中的转强转弱点 那个股操作呢 更简单 盘整盘整盘整 有没有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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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这两件事情合起来 就可以让我们掌握到这些机会了 想知道的 自己来问 这三档都是我们过去会员朋友布局的 有没有很难 一点都不难啊 每天棋子的操作 我们找机会掌握 个股的操作 我们也是找机会掌握 这才叫专业啊 这才是真正的专业啊 再来一个 盘整 哦 这档盘整的够久 下一档盘整突破 叙事待发 这个盘整的够久 那后面呢 力道会不会更强 会不会 会哦 盘整是为了做什么事情 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啊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盘整久了 代表多空双方力道 都在叙事待发 只是看哪边先突破 小心啊 想知道这是哪一档 来 你自己积极一点 我说哦 机会其实是真的 留给积极主动的人 你想知道的 你自己要来问啊 你不要说啊 老师我不想要打电话 老师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我也很想直接告诉你 问题是 在盘中我就是不想影响 别人的布局 你自己积极主动一点 我会告诉你 不管你是想要知道 旗子怎么操作 还是个股怎么操作 我都欢迎你 来询问 我在这边只想提醒你一件事情 2016年 它是一个匣服盘整年 记得2017年 它波动会变大 那波动会变大 那你要怎么掌握 今天2017年开盘第一天 你觉得不好做 没关系 我说过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盘整是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 可能不是发生在今天 那就有可能在明天 明天是什么日 旗子 选择权 周选择权的结算日 往往礼拜三就容易 会有比较极端的波动 那明天会不会有 你不用做这种猜测 你现在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办法 在明天 开盘一分钟的时候 找到这个压力点 找到这个支撑点 就像我们今天 可以掌握到相对好的点 压力9296 支撑9248 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掌握这一个9248 当你知道9248 它是可以做多的时候 来你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是做多啊 要不然要做什么事情 上来我还提醒你 事先就提醒你 20点的时候 就可以打完收工了 今天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去看你的电视 吃你的饭了 还是你现在盘中 还在那边奋斗的 来我告诉你 来现在 一小时过去了 你得到什么了 盘整 就是盘整 你也没得到什么东西了 那你干嘛不掌握一个 好的机会点就好 好的点位 一个就够了 2016年 侠服盘整 2017年 波动的趋势年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 看我节目的 很好 我啾啾老师今天提供一个 一举两得的专案 你现在加入我 可以一次 学到两种操作方法 支撑压力战法 顺风车的战法 好好掌握 一举两得 专案 想要知道 个股是什么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 谢谢各位 本国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看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核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人机指标 化分析为实战 漩涡操盘 掌握成本 战胜多空 操作是门艺术 我们真实公开 获利才是王道 我们奉为真理 真经不怕火炼 市场上最经得起 考验的选择 顾得投顾 您最专业的投资伙伴 顾得投顾 赢了2578-3000 2578-3000 零零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顾得投顾 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知名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 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发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增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1.保持冷静 2.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3.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 4.面对沙滩 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 教育部关心您 可爱又安全的家画好了 还不行耶 要投保住宅地震险哦 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常常会有地震 地震 好可怕 那我的房子该怎么办 别怕 投保住宅地震险 就有基本保障了 要记住哦 有投保的房子 若在地震后悬损 就要马上跟保险公司报案 申请理赔哦 好 这样我们的家就要保障了 住宅地震险 守护宁家园 接下来